这盆是我的AV长童花,现在这个状态有点颓败了 加上我要从这个盆子空间出来的状态经典 那么我就要开始把它挖起来 每次看到这种情况的话,现在可以再翻课点再挖 像这种情况想挖也可以 因为它的繁殖方式就是底下会长小铃鲸 然后现在就可以开始挖了 挖它的铃鲸是一种快乐 现在我们就开始挖吧 这就是它的虫子 这条长得好好好长啊 像这种虫子挖的时候不小心挖断了也没关系 但是能尽量完成就把它是完成了 因为它挖断之后可以 它也是可以照样可以长出像样的 平时我们这种挖的时候也可以把它拌成几段来做 但是人们完成肯定更舒服啊 像这样就算了 好 好 这就是两颗AV长冬花挖出来的银巾 这个是我建议包到十区来先算就接着 反正明年顺利要走 这些可以繁育出一堆小苗 这收获很好吧 太爽 我们保存的时候就拿点干凝盘 把它给包好 然后放到塑料袋里面 稍微盛开口 这样就可以保存到明年了